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这四大生肖最会省钱,积累了一大笔财富,有的人花钱如流水,月尾发工资,月出的时候就已经是没了,每个月都是过得很拮据的,但是这类的人也算是月光足的。 有的人对金钱的把控能力,其实还是很强的,他们很清楚知道应该怎么省钱的,应该怎么去置办自己的,在十二生肖当中经济能力,本身就是可以有助很不错的把控的。 那么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,属牛的人一生当中,几乎都不怎么需要花钱的,因为他们知道了钱是怎么来的,赚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,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属牛的人,本身就是十分的值得借鉴的。 他们也不舍得,为自己花钱买吃,买喝的,他们也会将钱攒起来,这对于别人来说,可能就是不理解的,为什么赚到的钱不去消费呢? 属牛的人觉得勤俭持家,才是最正确的,其实属兔的人,本身就是特别的懂得把控经济的,所以说他们从来都不会让自己出现了。 月光族这样的问题的,属兔的人,本身对于金钱的把控就是很多的,即使是每一分钱,他们都是画得起锁的,他们绝对不会随意消费,也不会浪费,所以说属兔的人,是可以积累了一大笔的资金的,这都是因为他们,是有很强的经济能力的,也很懂得把握经济的, 知道自己的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,属马的人很清楚赚钱的不容易的,所以说他们平时的时候,去世不会给自己胡乱的买东西的, 一百块钱的时候,和一块钱的东西一样是可以吃饱,那么他们肯定会选择一块钱的, 可能别人会觉得属马的人,为什么这么的不舍得,但是他们自己很清楚,这些身外之物对于他们来说,并不是那么的重要的,有时候不是为了省钱,只是觉得没有必要,价值是一样的, 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便宜的,属鸡的人,算是从来都不会败家的人,因为他们知道,败家不是好的习惯的,所以属鸡的人,真的是可以将每一分钱,都是可以攒起来的, 他们真的是,每一分每一毫的零碎的钱,都会攒起来的,慢慢也就是攒成了大树木了,所以说属鸡的人,是那种不声不响的富豪的, 毕竟在现在这个年代,真正可以攒钱的人是不多的,你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些的问题的,毕竟对于属鸡的人来说,我们了解到这些的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,最多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分析, 南无大慈大悲观十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财运最好的生效,全家人都跟助他们向福, 有的人运势一生都很好,而有的人却生活坎坷辛苦,让人心疼,这些生效命中有财运,定能苦尽甘来,看看有你吗,能力再强,如果没有贵人指点,恐怕是要走很多弯路的, 这些生效前三名,简直就是财神也在世,全家人都跟助他们向福,财富是每个人毕生都在追逐的目标,因为经济上的富足,可以支撑起良好的生活品质,进而才能享受到美好的人生,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,哪些生效的人这一辈子才运最好吧,第一名是生效龙的人,因为生效龙的人, 天生具有王者气派,与生俱来的是一种贵气与傲慢,尤其是十月十一月出生的人,做事情经常会水到去成,而且一生之中都有很大的作为, 如果能够靠在河岸或者海边出生,水一定会帮助他们飞黄同达,如果是陈时出生的属龙的人,就是双龙出海,很容易发财,而且朋友多贵人也多, 想有一番成就并不难,第二名是生效马的人,虽然生效马的人情绪非常多变,但是对枯燥的生活也有一些喜爱, 而且表现出来特别活跃,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胜任一些比较刺激的工作,但是做事情会挤功尽力, 不过白天出生的马马身体很强壮,一辈子不愁吃穿,但是会比较忙碌,如果是晚上出生的马儿比较好,生活比较安逸,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名气, 第三名是生效猪的,这个属相的人非常善良,不贪图名利,也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,更不喜欢可以地掩饰自己, 更不会刻意打扮自己去吸引异性,因为生效猪的人非常踏实,脾气又好, 如果不触碰它的底线,就不会发火,而且心肠非常软,很会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, 如果是害时出生的猪,就是懒猪,会享受很懒惰,但是却是一只有福气的猪, 第四名是生效狗的人,生效狗的人很诚实很正直,也充满了正义之感, 在日常生活中领悟能力很强,也懂得运用大脑去分析一些事情, 但是夜间出生的狗,比白天出生的狗更加喜欢挑衅,很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, 不过事业心比较重,一般来说出生在一二月份的狗狗,都有很顺利的生活, 第五名是生效羊的人,这个属相的人很温柔, 给人一种外柔内刚的感觉,也懂得利用别人, 但是经常会聪明返回聪明物,生效羊的人不太善于交际, 如果是出生的冬季生效羊的人,这一生都会遇到很多坎坷, 因为冬季没有粮草,会令小羊们感到饥饿, 但是不管落入哪种境地,都不用为了生活而发愁, 命运很好,有贵人帮助,难无大慈大悲观十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及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孝口敞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笔南山,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